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碗红烧肉 那红烧肉一般我们都用五花肉来做 首先我们要把它切成大约3公分 x 4公分这样的大小 那如果你觉得稍微有些大呢 可以稍微变小一点点 但是不能太小 因为它缩水很厉害 等做好以后就变成很小 小加败气的不好看 调料也不会要太多 只需要料酒 料酒呢以绍兴料酒为最好 也叫黄酒 然后就是老抽和冰糖或者白砂糖 再准备一块姜片 只需要这些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了 保证你能做出一碗滴滴道道的 浓油赤酱的红烧肉 锅上已经煮了一锅水 水开了呢 我们就把肉放进去滚一滚 等水再开了 我们让它在水里再滚个半分钟到一分钟 然后我们把它捞出来洗干净 这个皮啊什么地方最好用刀再给它刮一刮 这个哈就是已经滚过水的五花肉 那所谓的五花肉呢就是这样 一层肥的一层瘦的一层肥的一层瘦的 是这样的花纹 那在买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 喜欢吃肥一点那就买白色多一点 喜欢瘦一点的话就买红色多一点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五花肉它是猪的肚腩嘛 猪的肚腩上它有一连串的 有些供应商它都不处理就拿出来卖了 所以你买的时候要稍微留一下它的皮 不要把它买回来了 接下来我们拍一块姜就可以开火了 我们用一点点油做引子 这样呢肉里的油比较容易出来 否则的话呢肉碰到滚烫的锅 它也会粘锅的 一丁点油开碎的姜块先下 然后我们可以把相对肥一点的做前锋对先下 让它有机会多逼出一点油出来 火不要太大 中火应该就可以 煸炒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都可以 看你的肉有多肥 然后我们第二组肉下 又煸了差不多五六分钟这样子 那我们准备下料酒了 这个时候油已经出来蛮多了 我们下一勺的料酒 马上盖上锅盖 半分钟这样切开锅盖 加水先 加到差不多水跟肉齐 然后一勺老抽鲜 先给它上色 翻匀一下 盖上锅盖 小火让它在那边嘟嘟嘟嘟嘟嘟 那这样嘟嘟嘟嘟嘟嘟嘟要煮多久呢 这个要因猪因人而异 因猪呢就是猪有老猪和小猪 碰到过一次一个老猪煮了两个多小时 那个猪皮还是硬的 那硬人呢就是有些人喜欢吃有嚼劲一点的 有些人喜欢吃入口即化的 但是呢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左右 你都不用担心它会煮烂掉 所以差不多到一个小时了 你就可以过来关心关心它 中途呢你是可以打开锅盖给它翻一下 但是呢不要一会儿来弄一下 一会儿来弄一下 越是急越是慢 那个热气都给你跑掉了 一个小时不到我就打开盖子 像这样 以皮为准 筷子可以这样穿过去了 就可以收支了 那先看颜色 这个颜色还不是我要的这个颜色 我还想它再红一点 所以我们再加大约半个tablespoon的老抽 翻匀一下 看一看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糖了 今天家里冰糖缺货 所以我放白砂糖 然后火开大 给它拌匀慢慢收支 这个时候人不要走开 放了糖它很容易沾底的 你就这样慢慢翻 直到把刚才那碗水全部收干了 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这个酱汁里面应该只有油和酱了 已经变得亮晶晶的 趁得上是浓油吃酱了吧 好嘞出锅了 那出锅前 如果你喜欢葱的话 就切一把葱花 撒在里面 拌一下 才出锅 这样葱的香气才会出来 好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